那这条消息呢是发生在湖北 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是这么说的 访民杀信访局长的女儿之后自杀身亡 事情是发生在湖北的叫做房县 一位52岁的男访民将当地信访局长的女儿杀害之后自杀了 那中国媒体报道说访民的名字叫做方勇 曾经是房县沙河湘财政所的工作人员 因为故意杀人罪所以呢被判了20年徒刑 06年出了监狱之后多次上访要求恢复工作 但没有得到满足因而报复行凶 无辜被杀的这个信访局长的女儿呢只有19岁 那杀完她之后呢她就自杀了就是这么件事情 那这个叫方勇的呢大家看到她本身是个杀人犯 那曾经杀过人20年徒刑之后又出来了 所以碰到这么个人他在表达不满的时候 再次用了他最恶劣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恨 但是这绝不是说今天这种制度就可以持续下去 所以我刚才提到说那老百姓为什么可以逼到一定程度上 可以把人杀掉呢把直接负责的人杀掉呢 就像我们上面刚才提到一样 通纲的人并没有想你说他真的想杀掉陈国军吗 没有 但是在这种泄愤的过程中在这种表达不满的过程中 人们的感情是很难控制的 所以这两条消息一北一南直接冲到的都是最底层的人 在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恨 我在网上呢看过这条消息 就是撞死人的这个人呢叫胡 叫胡斌的我们原来有报道 网上也很轰动 结果在整个这个法院上呢判了他三年 可是人们最惊奇的就是当庭的这位胡斌 跟那天晚上那个胡斌长得呢有点不一样 说传胡斌已经出国 而张里蔡呢替审 那民众呼吁呢DNA鉴定 文章里直接就介绍就说 5月7号的杭州飙车案的肇事者 胡斌被判三年之后各界质疑 法庭上的胡斌被调包了 而这种声音越来越高 网民呢要求要停上的这个胡斌呢 做一个DNA的鉴定 鉴定它是不是真的 所以要给这个死者谭卓的一个交代 那最令人蹊跷的是呢 在整个庭审过程中呢 法院只允许新华社一家媒体在现场 庭审之后发给各个媒体的是一份通稿 而在凤凰网上呢做了一个网民的调查 那有八千八百多人认为 这根本不是一个人 而只有一百三十个人认为呢 这是一个人 那我刚才提到了 这件事情就透显出今天社会的价值观点 谁有钱谁是爷 谁有权谁是爷 有钱的有权的 可以把撞死人都可以给他改了 想办法可以保住自己的儿子 把所有的真相给他掩盖住 那激起的呢 一定是民愤 这种事态的发展 前两件例子 百姓拿起来直接去变成了别人的死亡 这种悲剧的发生 一定是这种制度下所造成的 而不是每一个人要具体负什么责任 而每一个人他不得不负责任 每个人这种状况的产生 就是这个制度本身统治的结果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